路加福音 第三章 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 神的话临到他 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 说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修植他的路 一切山蛙都要填满 大小山岗都要削平 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喜的众人说 毒蛇的众类 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衬 不要自己心里说 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众人问他说 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 约翰回答说 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 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 又有税吏来要受洗 问他说 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 约翰说 除了立定的树木 不要多取 又有兵丁问他说 我们当做什么呢 约翰说 不要以强暴待人 也不要讹诈人 自己有钱粮 就当知足 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 人都心里猜疑 或者约翰是基督 约翰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 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波机 要扬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仓里 把坑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 把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 只是分封的王西律 因他兄弟之妻西罗底的缘故 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 受了约翰的责备 又另外添了一件 就是把约翰收在尖里 众百姓都受了喜 耶稣也受了喜 正祷告的时候 天就开了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形状仿佛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耶稣开头传道 年纪约有三十岁 一人看来 他是约翰的儿子 约翰是西里的儿子 西里是玛塔的儿子 玛塔是立位的儿子 立位是麦基的儿子 麦基是亚拿的儿子 亚拿是约翰的儿子 约翰是玛塔提亚的儿子 玛塔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 亚摩斯是拿红的儿子 拿红是以色利的儿子 以色利是拿该的儿子 拿该是玛亚的儿子 玛亚是玛塔提亚的儿子 玛塔提亚是西美的儿子 西美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约亚拿的儿子 约亚拿是丽撒的儿子 丽撒是索罗巴伯的儿子 索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 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 尼利是麦基的儿子 麦基是雅底的儿子 雅底是戈桑的儿子 戈桑是以摩当的儿子 以摩当是尔的儿子 尔是约西的儿子 约西是以利以谢的儿子 以利以谢是约令的儿子 约令是玛塔的儿子 玛塔是利未的儿子 利未是西缅的儿子 西缅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约南的儿子 约南是以利亚靖的儿子 以利亚靖是米利亚的儿子 米利亚是麦南的儿子 买南是玛达他的儿子 玛达他是拿丹的儿子 拿丹是大卫的儿子 大卫是耶西的儿子 耶西是俄贝德的儿子 俄贝德是波阿斯的儿子 波阿斯是撒门的儿子 撒门是拿顺的儿子 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 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子 亚兰是西斯伦的儿子 西斯伦是法勒斯的儿子 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雅各的儿子 雅各是以撒的儿子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亚伯拉罕是塔拉的儿子 塔拉是拿赫的儿子 拿赫是西路的儿子 西路是拉乌的儿子 拉乌是法勒的儿子 法勒是西伯的儿子 西伯是沙拉的儿子 沙拉是该男的儿子 该男是亚法撒的儿子 亚法撒是闪的儿子 闪是挪亚的儿子 挪亚是拉麦的儿子 拉麦是马土撒拉的儿子 马土撒拉是以诺的儿子 以诺是亚列的儿子 亚列是马勒列的儿子 马勒列是该男的儿子 该男是以诺士的儿子 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 赛特是亚当的儿子 亚当是神的儿子 帮 dads 住坑 销 诺 音 音 感谢观看